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虎现在在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 我们知道边境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偷渡走私的违法犯罪行为 为了避免和杜绝这样的行为 那边境上有怎样的一些举措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先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说起 可以看到这里现在是有一个护栏 但是这个护栏比起普通的护栏多了一个倒刺 这些倒刺就是我要介绍的 今天的第一个边境上防止偷渡走私的措施 就是在一些敏感地段装一些阻碍 偷渡走私的人员的设施 前面的这条河就是中国和越南的介河南西河了 河流的对面可以看到 那种有明显的越南风格的建筑 那就是对面的越南城市老街的郊区了 这个河水看上去非常的碧绿清澈 环境虽然非常好 但是以前这个地方或多或少的 还是存在一些偷渡走私的违法犯罪行为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装了非常多的这样的倒刺 除了给护栏上装倒刺以外 像这个比较古老的墙面上面 用水泥浇住了这样的玻璃 也是用来防止偷渡走私的 这个地方是有一段装了倒刺的隔离墙 这个是因为之前下雨的时候 这个地方滑坡 所以就把这个墙给冲毁了 所以当地的政府很快就采取了措施 把这一段冲毁的墙 用这样的隔离网给拦截了起来 这个跟刚才看到的那个倒刺是一样的 只不过看上去比较新 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边境上的防止偷渡走私的措施 就是我们在边境线上经常可以看到 有一些定点的执勤点 就是人们所称之为国门安全屋的一些执勤点 那个地方是有24小时有人在那里值班的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边防派出所 然后第三个措施就是除了这些定点的执勤点以外 再就是边境上经常会有一些骑摩托车 或者说是徒步在边境线上巡逻的边防警察 当然有时候中越两国之间也会联合起来 在中越的边境线上进行一个联合的巡查 之前看过我视频的网友应该会对这个地方非常的熟悉 这里是有一个护栏 再往前走的话就没有现在我脚下的这种柏油路面了 我当时也是看到这种情形以后充满了好奇心 所以我就从这里走了进去 结果没走多远就碰上了在边境上巡逻的边防人员 当时被抓住足足盘问了半个多小时 在确定我不是罪犯以后才够放心 后来了解到由于这段它离边境线实在是太近了 这里就是戒河了 对面就是越南 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草木茂盛 似乎确实是一个对偷渡走私人员非常有利的一个犯罪场所 不过这个地方虽然看上去药物人员 但是边防人员的巡查力度还是很大的 不然不会有上次我被抓住足足盘问半个多小时的状况 第四项的防控措施 就是我们在边境线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监控摄像头 这些监控就是中国天网系统的一部分 虽然中国的天网系统很多年前就已经上线了 但是这套系统的技术仍然在不断的升级换代当中 据说现在天网系统最新的一项技术就是不需要看这个人的面部特征 只要通过他走路时的固态就可以确定这个人的身份 再来说一下第五项举措 这项举措和当下的疫情防控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最近我们在边境上可以看到有一些通知 如果说当地的居民发现有一些涉嫌偷渡走私的人员 如果将这些线索提供给公安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最低为1000人民币 最高甚至为数万元奖金的一个奖励 这项措施我觉得有一点发动群众的意味在里面 最后来说一下第六项举措也是最后一项举措 说这一项举措之前我首先要给我们的中国的民警点个赞 因为在我看来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这项措施具体的来说就是当地的公安民警 需要对边境的民居进行挨家挨户的走访登记 以防止这些偷渡走私的人员隐匿在普通的民居当中 而我也有幸成为了被走访的对象 这个通告是当地的民警亲自送到我手中的 他们要求我最近几天去附近的派出所 带上身份证去进行一个居住信息的登记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 这就是我在边境上看到的一些 防止偷渡走私等犯罪行为的举措 如果有说的还不够完善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补充一下